管線爆管在水不斷的往外噴 像是一座小噴泉 真的是很浪費 但不說您不知道 光是基隆地區 去年漏水量約3353萬噸 換算一下 形同漏掉三座新山水庫 13000多座的標準游泳池 因為我們知道說 基隆它的地形比較特別 它三面環山 而且它的相關的管線系統 供水系統都很早就開發 所以非常的老舊 漏水率非常的高 加上地形的高低落差很大 我們整個基隆的丘陵地 占了這個總共的94% 而且它主要是要靠這個加壓供水 所以在管線的這個配合上 它就很容易破裂 根據統計 基隆市漏水率是28.8% 其次是台東20.97% 花蓮市19.02% 對比全國的平均13.61% 基隆市的漏水率等於多了一倍 現在在水公司 寄出了抓肉等四大法寶 已經成功逐年降低漏水率 用物外線的部分 改成不修盤補充管 就減少很多接頭 接頭可能是造成漏水最大的原因 而且在用物外線的漏水 那個比例占漏水還滿高的 它是1年365天 一定要4小時不斷地摘漏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管材的部分做一些改變 用比較優勢的管材來改變這個狀況 這個台水公司要針對基隆來做一個專案的報告 跟專案的評估 甚至是不是有相關專案的預算 來去替這個現在目前這麼嚴重的漏水量 一免要漏掉三座青山水庫的漏水問題 一免可能會 這個光損失就損失了三億多公母的這個部分 來去做一個實際的中體的體檢跟盤點 針對這個漏水域全國第一名 這一點來看 第一個我們希望自家水公司有兩點要加強 一個是增加人員的編制 有所謂漏水醫生 然後時常能夠做相關的這個渋釋 然後減少突然間的這個報管導致停水 那第二個呢是要來做長時間的計畫 相信呢在中央的地方的合作之下 我們有長時間以及大量的經費 來對基隆市這個多丘陵的地帶 實施全面性的管線的更換 基隆摘水破管漏水率高 主要原因是管線太老舊 摘水公司承諾 預計今年起三年內 投入5.8億元的管線汰換工程 不讓自家水再平白浪費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早